好,再来做一次整理 电解水的整理,就是你要背 来来来,正极生谁 正极生水 电解水正极生谁 正极产生 氧 半反应 我写了两个,对不对 我说我个人偏好 第一个 可是你们通常会背第二个 你们通常会背第二个 因为那第二个有个清离子有用处 等一下,我说过也会有用处,我后面再教 那会有用处的 腹极生谁啊 正极产生氧 半反应 那腹极产生谁啊 产生氢 半反应记得吗 清离子要变成氢嘛 对不对 好 一 谁在正谁在负 二 正极半反应 负极半反应 三 颜色变深还变浅 水是无色 所以颜色 不会变 质量增加在减少 产生的气体 不会负在板子上 所以板子的质量叫 不变 然后浓度呢 都是水 所以没有什么 都是水 所以没有浓度的问题 but 谁的浓度会变大 氢氧化纳的浓度会变大 变大 然后注意事项注意什么 我们说电解的需要用什么电 电解的需要用什么电 我们前面交货 电用什么电 直流电 然后这个实验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叫做 纯水不易导电 我加了谁帮助导电 课本上要我加什么导电 课本上要我加清养化纳 考试曾经考过加别的东西 反正就是要加一个强电解值 我刚刚讲过了 你可以加硫酸 你可以加硫酸 你可以加硝酸 你可以加氢氧化钙 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加谁 不可以加盐酸 因为你加盐酸会产生氯气 就是它的反应结果不同 所以你不可以加盐酸 一大修好帮助导电 OK 这就是我们帮各位做的 电解水的整理 我们帮各位做电解水的整理 就是你该背的事情就把它背下来 OK 谁在正 谁在负 正极半反应 负极半反应 然后呢 一些其他的注意事项 请你把它该记得给我记好 OK吗 OK